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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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院中 四处都有人把守 想活命 跟我走 你就待在这儿 我最后也保你无恙 你为什么要保护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会这么在乎你的性命 你记得 你一直待在这儿 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你按照我说的 自然会化险为夷 总好过硬拼硬闯 白白从命 你有什么办法吗 你先把你的侍女扶脱了 你这是要干什么 在这间房里 自然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什么叫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走 去装饶 把衣服脱了 不行 就算是假装演戏 也不能这样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我是在救你的命 不是在跟你玩闹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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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有人来了 我冯夕这张脸 看来是不能要了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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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书大人还真是随意啊 这儿可是定远侯府 我跟定远侯是自家兄弟 在兄弟家里 我呢想怎样就怎样 你只是个小小的副将 识相就快滚 说来也奇怪哪 为何我每次抓捕刺客 遇到尚书大人 大人都是在和女子亲人 到底是因为大人的雅兴太高 还是因为这个女子 真的很美呢 敢对我的女人无礼 刺客伪装成侍女行刺定远侯 这是众人有目共睹 侯府女眷 今日宾客皆有名册可查 不知道大人床上这位女子 是否在名册之上 那里就应该去查名册 此事已经惊动了陛下 雨林军已将侯府全部包围 你若是想要支开我 趁机让这个女子逃脱 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们两个传成这样 如何面胜呢 你出去 是 本大人要更衣 走 大胆脏妃 陛下今日驾临侯府 陛下的安全由你负责 居然闯进刺客惊扰圣家 该当何罪 陛下 相爷 交代我一定会给 不过当务之急 是先抓到刺客 刺客趁乱袭击定远侯 非但没有成功 反而还受了伤 再加上我打在他身上的 霹雳雷火弹 刺客身上既有刀伤 还有火气伤 只要他敢露面 必定真相大半 对 上次我警告过你 可你还是执迷不悟 不知反省 吃一剑长一智 这回你明白了吧 单凭你一人之力 是没办法杀陆远童的 不要再做这些傻事 那我让你怎么办 就凭我 在朝堂上 哪是他的对手 这朝堂之上 也不是没有人帮你 我换完了 你可以转过来了 走吧 今晚 注定是个漫长的夜晚了 陛下 陈遇前失疑 还请陛下恕罪 手臂怎么没伤 你不是太史局前少监冬月 传说中的半仙之体 今天当着陛下的面 你说清楚你究竟是男是女 回陛下 臣是女儿心 冯夕 冬月是你举荐的 他女扮男装 你别告诉朕女不知情 回陛下 冬月女扮男装进入太史局 臣属实不知情 你 直到审安侯谋逆案之时 臣才看出端倪 但是臣 已经将冬月是半仙之体的事 上报朝廷 臣害怕陛下责罚 所以才隐瞒 你以为朕一辈子都不知道是吧 如果说冬月是罪犯欺君 那你就是从犯 陛下 臣知罪 冬月女扮男装欺君知罪 乃是臣一念之差 臣愿受罚 这尚书大人 平时都是精明能干 怎么 现在倒是色令致婚了 你以为有贵妃撑腰 朕就不敢治你的罪了是吧 臣领罪 可是冬月为人中军爱国 请陛下给冬月一个机会 让他为国效力 父皇 冬月乃女中豪杰 可看大人 他的为人 儿臣再清楚不过了 求父皇原谅他 这欺君之罪 怎能说饶就饶啊 冬月进太史局 是儿臣一手促成的 若是要罚 儿臣甘愿与冬月 一起承担 你 启禀陛下 这欺君之罪可容后在场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要立即找出刺客呀 左相说得有理 堂堂定远侯府重兵把守 要是再让凶手逃脱的话 这是岂有此理 都起来吧 谢陛下 谢陛下 刺客凶前有一处火器伤 是我亲手所伤 若要证明冬月大人并非刺客 何不脱衣验伤 放肆 冬月大人乃半仙之体 人尽皆知 怎么可能是刺客 你不要为了脱罪 就诬赖我的人 就诬赖我的人 启禀陛下 刺客抓到了 押手来 是 是 你 你 他是不是你找人顶替的 启禀陛下 赃副将刚开始搜府的时候 刺客就已经从定外侯府逃出了 我刚好路过时 看到他心迹可疑 经过一番打斗 当场将他拿下 你说他是刺客 你有何证据 你能证明他不是刺客吗 你这些人 赃副将 他可是真凶 禀陛下 刺客的伤 的确像是微臣所伤 你为何要刺杀定远侯 何人指使 回陛下 民女与丁允侯有不共戴天之仇 但是平日她身边防守太严 我没办法下手 今日本想趁乱下手 谁知气不如人 民女 甘愿受罚 大胆刁民 死到临头了 还敢欺君 大人 民女真的和她有仇 我刺杀她 纯属自怨 自怨 那为何偷瞄左相呢 冯大人 你什么意思 这不能当面来诬陷本相了 相爷先不要着急嘛 这位姑娘 你可知道刺杀朝廷大员 不光要自己死 家人也要跟着一起死 不过看你认得这么痛快 应该是孤家寡人吧 相爷 您没跟我说要连坐呀 如果我认罪的话 您会把我弟弟脱罪的是吧 你不要胡说八道啊 我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你拿我弟弟小四的命来威胁我 让我在大理寺无限冬月大人谋反 如今又让我混进来 让我刺伤侯爷 相爷 我死不死不要紧的 但您得说话算话 帮我弟弟小四脱罪呀 什么什么 什么小四小五 什么乱七八糟的 陛下 这个女的来路不明 她的话 您一句都不能信哪陛下 够了 来啊 把这个来路不明的女子 押入大牢 容后再审 是 是 把她押下去 相爷 我弟弟要有什么事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你 押走 左相方圆 微臣子 你涉嫌行刺定远侯 即日起 禁足府中 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 不得离府 我 陛下 老臣真的是冤枉的呀 陛下明鉴 陛下 刺杀陆远瞳的明明是我 为什么明珠会替我顶罪 对 既然她要帮我 为何当初要害我呢 自然是我安排的 哪一件事你安排的 帮我还是害我 恒事我说了你不信 陆远瞳现在在哪儿 现在 现在已经到竹鸣驿 快到属地了吧 白费了我的一番心血啊 好 你知道我有多费劲 才把她留在这个地方 你倒好非要刺杀她 给了她离开的理由 还不是你多管闲事 若不是你 当初在竹鸣驿 我一见就刺死她了 哪会有这么多事 说到底 还是你这个大奸臣铸咒为虐 停车 你去哪儿 去救明珠 刺杀朝廷大员是死罪 我不能看着她 替我白白送死 我让道乐找人替你顶罪 我也没想到来的是她呀 明珠的事 你一定有办法对不对 办法还在想 暂时没想到 在我的上一世 根据京都杂谈记载 京都大言之后 陆远潼回到蜀地 立刻开始布局谋反 不久之后 就是定缘之乱 难道这一世 我依然什么都改变不了